位在海岸路上的花莲新创基地 目前已经有创业团队陆续进驻 不过有许多想创业的青年朋友表示 进驻团队争选以及临选的办法 似乎不够透明 纷纷向现议员成情 3号上午 民进党现议员张美慧、胡仁顺、林则施 三位现议员就前往新创基地实际了解 希望花莲县的新创基地要更贴近青年朋友 位于海岸路的新创基地 目前第二届的进驻团队已经开始陆续进驻 不过有许多有着创业梦的青年 对于进驻团队的临选产生怀疑 奔奔向现议员成情 为此民进党籍现议员张美慧、胡仁顺、林则施 三位现议员就前往新创基地实地了解状况 希望花莲的新创基地相关资讯要更加透明 基地功能也要更贴近青年朋友 就是说在这里接受胡岛的连线 我们有设定吗 跟原报告是我们原则上让他们一年一次 就是不会不希望他们待太久 因为没进胡岛希望他们出去 然后有好的成本 但如果经过征选的评估 发现他们还是需要胡岛的话 我们就还是会再让他们进来 非常多的青年朋友到我们明镜团 我们办公室来诚勤 那关于我们青创基地的使用跟规范 跟这个甄选跟林选的制度不透明 那导致想要进到我们青创基地的这些年轻朋友 都有提出相当多的这个质疑 那今天特别到青创基地来 当然也发现在这里面的这个设施设备 已经非常的完善 那不过我们的领选办法 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制定出来 希望县府可以再把中央的资源 像教育部也有类似的相关的经费 那这种资讯的收集 希望县府能够更加的去收集这些资讯 那在青发中心可以来让我们想要创业的人 来这边询问的时候 都可以告诉他们这些很有用的资讯 经费花了那么多 它应该是要打造成 所有想要创业 有意愿创业或已经是创业中的 所有的年轻伙伴团队 应该都会愿意来这里 都想来这里 它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那这样的一个功能展现 才能够是钱是花在刀口上 另外就是在辅导的团队后续的追踪 我所了解目前都还没有进行 所以这一点其实是应该要大大的来改进 对于县议员所提出的质疑 教育处也表示 都有按照相关的领选办法 而未来则会优化整个机制 因为我们青创基地原则是分为两个区块 一个是青创基地 一个是回篮馆 那在青创基地的部分 其实我们已经执行两年 有相关的征选的机制 透过征选委员来领选一些进驻的团队 那另外一个是回篮馆的部分 因为它其实是去年的时候 我们才进行疏散 那我们是直接以专签的方式 请团队来进行辅导 那后续回篮馆的征选机制 我们目前是在规划当中 所以可能会造成人家的误解 目前各县市政府都有推动 所谓的新创基地 其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提供创业者 所需的资源和培训 以及协助他们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 能够成功创业 而花莲的新创基地 未来要如何提供青年 更完善的创业资源服务 来凸显基地的功能 更是刻不容缓的课题 记者刘明胜花莲市采访报道